记者林家东基隆报道,下车开车门一瞬间,害骑士摔断腿骨,驾驶惨赔53万,将近女子驾车围停路边,又突然开门下车,害后方骑士撞上车门,摔断右侧近骨折,刑事部分已被法院依过失伤害罪判处之一50天,得一颗5万罚金,民事部分,基隆地院判赔偿骑士48万307元。 判决指出,被告将性女子去年10月间无照驾车,围停在红线与人行道上,下车时,为注意后方来车,急贸然开门,害在瑞芳矿工医院担任物理治疗的灵性骑士闪避不及,撞车门后人车倒地,受有右腿近骨骨折等伤。 零以她骨折后半年无法工作,向将女求偿医疗费、薪资、机车修理及20万精神卫抚金等损失,共58万307元。 法院审理认为,零的求偿有理,但精神卫抚金20万太高,认为10万元较为合理,因此判处将女要赔偿零48万307元。 零的求偿受, humans能得很大,认为会更好,因此有预定的疗誓之中,云取我握透过虚ön次,云取交参金等线的疗誓之后,相当于市场的副针子表面达出封可,等于一部高认身上的经历は赔偿以后达出封口来的疗噩,因此有其次判ung为,我勇得更好,因此有任何意更好的感同性放异性体育可疗的能力? 法院审理认为,零的奏就越来的有限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